如何于Windows Server 2008 R2分享打印机? 现在会教大家如何将安装在Windows Server 2008上面的打印机 分享给其他电脑 首先要确定打印机已经在server上安装好 可以由开始,装置和印表机 检查打印机是否已经安装好 接着经开始系统管理工具 去打开伺服器管理员 然后选择执行新增角色 接着按下一步 然后在列印和文件服务上打踢 然后再按下一步 接着就可以选择需要安装的服务 今次我们要安装的是打印机分享 所以我们在列印伺服器上打踢 然后按下一步 再按安装去开始安装的过程 安装完成之后 可以检查安装的过程产生的一些讯息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而安装又成功的话 就可以按关闭 去关闭这个安装程式 然后关闭伺服器管理员 来到这里 打印机分享的设定已经初步完成 接着我们要将打印机设定做可共用 和将其他平台用的驱动程式 预先储存入这个server 那不同平台的用户 在安装共用打印机的时候 就不需要另外安装驱动程式了 先由开始 系统管理工具 去打开列印管理 然后在列印伺服器里面的印表机部分 就可以见到已经安装了 在这部伺服器的打印机了 由机要修改的打印机 然后在选单里面选择内容 然后在共用那一板勾选 共用这个印表机 接着在下面的共用名称上 填写这部打印机 在网络上使用的名称 完成之后 按入下面的 其他驱动程式 接着弹出来的视窗 会显示出几种平台 例如X86和X64 然后我们在 未有驱动程式的平台里打Tick 然后按确定 接着系统会叫你输入 驱动程式档案的路径 然后按确定 当系统完成安装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以安装的部分 现在显示为 C 那么驱动程式的安装 和分享设定 就已经完成 如果要将这部打印机 在Active Directory 分享出去 我们可以去回 列印管理的印表机部分 在要共用的打印机 右击 然后选择 使用群组原则进行部署 在这里 你就可以做你需要的 群组原则设定 然后将这部打印机 在Active Directory上面 分享出去 来 前方 我 也不见过 在那边 如果 我 点 轻